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传播农业科技经营知识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你好观众朋友 很高兴和您相约在农广天地 内化是我国汉族特有的传统工艺 它的产生起源于画笔烟壶 内化的画法是以特制的变形细笔 在玻璃水晶琥珀等材质的弧坯内 手绘出细致入微的画面 格调典雅逼出精妙 今天我们就带大家前往中国内化之乡 恒水深入了解内化工艺 清晨 一座城市渐渐苏醒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逐渐开始了一天的紧张忙碌 在车水马龙的闹市街头 处理着一幢普通的三层白楼 这里就是原恒水市特种工艺厂 张汝才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中国内化艺术委员会主任 从事内化研究创作四十余年 已经在这里工作了三十六个年头 今天在这栋楼一层的展厅里 张汝才接待了一批特殊的客人 他们当中既有收藏爱好者 也不乏慕名而来准备学艺的 在展厅里摆放着各式精巧别致 唯妙唯孝的画屏 从山水风景到花鸟鱼虫 再到人物肖像 可谓应有尽有 张汝才 为来客做着详细的介绍 贵中的画屏 小的仅有几厘米 大的也不过才十几厘米 虽然如此小巧秀真 但各个价值却是不菲 这些画屏对于一般人而言 并没有什么实用的价值 然而在收藏家 或爱好者的眼里 他们却是求之不得的 艺术真品 内画 内画是工艺大师们 采用特制的画笔 在玻璃 水晶 琥珀等透明材质的皮体内 反手绘制精致入微的画面的 一种艺术手法 作为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内画 这项独特的反手绘画技艺 创作的载体并非传统的纸张 而是器皿 鼻烟壶 顾名思义 它是用来盛放和秀服鼻烟的器皿 在历史上 鼻烟壶的出现也是基于鼻烟的传入与发展 明昌晚的八年 意大利参与寺 李玛窦把鼻烟穿成中国 鼻烟是用眼钞 饼片设想 各种材料配这种颜面 埋在笔下 二十年以后 拿出了使用 味道寸想 它的作用 能醒到提升兴趣身体 结束疲劳 在康熙中 雍正 是其 护工 上下隔夜层 形成温鼻烟的思考 成为高雅之余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 鼻烟 这一外邦进贡的搏来品 以其稀奇罕见 功效奇特 而被视为真品 成为了全世名望的新宠 在社会上层逐渐流行 形成了一种鼻烟文化 由此 早在明朝 就衍生了鼻烟城方的器皿 鼻烟壶 最先在鼻烟壶内作画 相传始于清乾隆年间 一些喜欢鼻烟壶的文人雅士 在观赏把玩的同时 有了在烟壶内 一线伸手作画的冲动 历史已经无从考证 现存在世的最早鼻烟壶是 嘉庆炳子年 1816年 甘玄文的作品 因此甘玄文也被大多数学者 公认为内化的鼻祖 无论是德道僧人的无意之为 还是文人雅士的性质所致 鼻烟壶与内化的邂逅都注定为中国传统民间记忆中 一颗新星的出现 并在日后折射出耀眼的光芒 奠定了机缘 时至晚清末年 随着鼻烟逐渐推出历史的舞台 内化艺术的发展也走入了低谷 历史的潮流不断向前涌进 传统艺术的精髓却并未被淹没 传统的内化艺术在为数不多的艺人手中 得以传承和发展着 并逐渐形成了粗犷豪迈的鲁派 轻盈华丽的乐派和细腻飘逸的季派 张鲁才就是季派内化的创始人之一 作为后继之秀 季派内化 源于精派和鲁派内化 创始于1972年 季派 精派 鲁派的画笔 所使用的颜料相同 技法上也没有明显的区分 都是采用国画技法 勾线和村擦 点染 工笔和写意 所不同的是 精派长鱼色彩的表现 而鲁派擅长线条的表现 季派则借鉴了两派的优点 以末为主 质感力强 国外收藏家对其的评价是 古朴浑厚 雅俗共赏 到我采用国家以后 正是72年 国家大立法的规规说 当时我们是富城县 地方国外综合厂 就在社会上 这个遭受了一些有美术技术的艺人 用奴人来成立这个车检 在那时候我们就一步一步步走上这个内化 这个道路 公欲善其事 笔先利其器 内化艺术自起源一史 早期画笔烟弧的笔 其笔杆是用竹子制成的 叫竹笔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进行了改良 改用金属丝做笔杆 叫金属毛笔 金属毛笔的笔杆可以根据笔烟弧的弧形随意弯曲 使得内化下笔的角度可以自由调整 这一小小的变革 为内化的长足发展 提供了新的生计 过去的时候有一些足笔 所以说它那个替材所限制 它那个弧度软度 它达不到我们的东西用手 现在我们用的金属笔 做金属毛笔 所以说我们这个 平时的弧度随便软动 甚至我们包括这个打球 我们都是用这个金属笔 就是制作这个毛笔 这样的花起来的 用起来的都很不熟 有了弯曲自如的金属杆毛笔 一些结构复杂的画面 就比较容易展现了 纤细的金属做杆 加上狼嚎的笔尖 弯度灵活 坚固耐用 深入弧内使用自如 得心应手 助力内化的创作 一支简便小巧的勾笔 不仅仅是前辈们智慧的结晶 更是先贤们 对内化艺术 滋滋不倦的追求 最初用于创作内化的鼻烟弧 弧体的内壁光滑透明 不宜附着墨色和颜料 因此只能画一些简单的山水 人物等画面或图案 构图相对粗糙 装饰效果较差 磨砂工艺的出现为内化的发展 又提供了新的契机 磨砂工艺出现在清朝 具体年代也不可靠 其方法是将铁砂或是金刚砂加水 注入鼻烟弧的劈体内 经过摇晃震荡 砂石和水同弧体内壁之间的机械摩擦 使透明的弧体内壁呈现出乳白色 使内化显现效果更佳 与此同时 光滑的内壁变得稍续粗糙 而又不是细腻 形同宣纸的效果 让琢磨瑟瑟变得更为容易 磨砂这一工艺 也随之成为了各种内化工艺品的必备工序 金属勾笔的出现 磨砂工艺的加入 打破了传统的画笔工具 与皮体材质对内化创作的重重限制 使内化艺术的发展一日千里 从山水墨色到五色油彩 形式与题材日益丰富多样 咱们这个季派 就是说它的缝是一锅画 一目不住 纯然变多 就是这个作片 在远程一看 它质感力别呛 后来又咱们发生的诱惑 我们当时开始唱试的时候 就用锅画 锅画开始夹厚 我们外面找到警案以后 说说现在燕面的今天画小象 就是画得很逼真 就是一幅小窝 体材现在很广泛 我们可以说人物小象 死女童子 散髓 动物画家画家 书房 我们都画的 都写的 甚至我们变化相当多 从山水风景 花鸟鱼虫 到人物肖像 再到古今佳作 以及重大的历史事件 内画景跟时代的步伐 不断变化更新着形式与题材 在内画收藏界 不仅追求作品画面的细致入微 对内画创作的料器也十分讲究 料器类的内画 以PT用料材质的珍贵为主 水晶石 马脑 浴石等珍贵材料 均为上品 而外观上则讲究的是 精雕细琢 据了解 经验丰富的内画技师 制作出来的弧P 即使还没有作画 本身也是一件极好的工艺品 特别是以水晶 玛瑙等材质为原料的弧P 看上去尤为精致 那么这弧P究竟是怎样打磨制作的呢 下面我们就把方法介绍给大家 根据作品大小的需要 进行精确丈量下料 以确保珍贵的材料达到无尽其用 即便是在现代化的今天 这也是在PT打磨过程中 依靠精准工具进行测量定位的 唯一一道工具 接下来的所有工作 则完全依靠艺人手力和眼力的密切配合 而打磨完成 开P打磨出PT的雏形轮廓 没有任何模具的辅助 完全依靠艺人凭空拿捏打磨 只有PT的外形烂熟于心 方能做到 开P下刀准确 PT的外形匀称 将P子的实体掏空 以为掏糖 PT内壁厚薄均匀合适 使内里做画的画面质感效果显现极佳 艺人全凭经验 靠双手来掌控一切 如果稍有不慎 PT受损 则整个打磨工作就会前功尽弃 而材料的珍奇昂贵 不容许艺人有丝毫的差池 精准力度的把握 丰富经验的获取 需要记忆超群的艺人 打磨十载 甚至几十载的时光 整形细模 行化又称柔细 弧体瓶颈的粗细 底部的长短 上下比例匀称 均以美观作为衡量的最终标准 沾毛沙轮 加抛光粉 仔细打磨抛光 使PT表面光滑平整 极富光滑的质感 抛光效果的检验 完全依赖无数次研磨 触摸而养成的手感 抛光之后 再进行内部磨砂 整个PT的打磨才算真正完成 拿一个鼻烟壶来说 高手磨制的烟壶 讲究口小 内薄 外光 在机械出现以前全凭一人的经验和感觉 纯手工磨制而成 时间和耐心换来了我们视觉上美的享受 精雕细琢 灵动别致的PT 在配以独具匠心栩栩如生的画面 才能称得上 内画中的上品 如果说PT的打磨是画龙之作 那内部作画可谓点睛之笔 在PT的狭小内壁上 绘制人物肖像 山水花鸟 提字作父 这全部依靠艺人们用反手完成 反手作画要想达到灵活自如 笔下生花的境界 身后高超的外画功底 是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 我小时候就很喜欢美术 四五岁 七八岁的时候一直就是 给我们村里一个老爷小孩 他晚上画的事儿一点 画的一点我就看了一点 或许是老者的血液墨色 深深吸引了天真的少年 也或许是艺人的准准教诲 打动了至难的心灵 张入才从此与美术有了不解之缘 从一个爱好美术的青年 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 中国民间工艺美术大师 张入才的内画 一画就是近半个世纪 艺术来源于生活 内画创作同样也不例外 主题的选择 内容的取舍 均出自现实生活 外出写生 寻找创作的灵感 是张入才工作当中的必修功课 波光淋淋的湖面 随风漫舞的芦苇 即便不能堪称景色秀丽 也能勾勒一二 一方宝刹 百年古塔 也能碰撞出灵感的火花 内画艺人们就是这样 将自然大作大前世界的点点滴滴 预染于纸上 再浓缩于那方寸之间 狭小空间 反手绘画 即便有一定美术基础 能在纸上做画的人 在老师的指导下 也至少需要两到三年的勤奋练习 才有可能在器皿内壁上 临摸出合格的内画 而想要创作出精品 则需要数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内画记忆 对于绘画者的耐心毅力 和手上功夫 以及眼力的细微精准 要求几乎到了苛刻的地度 内画在创作的艺术标准上 与外画没有太大区别 都讲究器韵、笔法、色彩、透视等等 但是在技法上 却与外画大相径庭 比如内画的器物大都口径很小 以传统的鼻烟弧为例 口径只有五毫米左右 怎样通过这么小的口径做画呢 再比如内画是在外面观看 堂里面绘画 绘画的顺序与外面相反 这又需要怎样的绘画技巧呢 下面我们就来详细说说这方面的问题 采用细线勾勒出轮廓 以为勾线 线条无论是在国画还是在外国画中 都是重要的基本元素 用以起画轮廓勾底稿的作用 勾线同样也是内画运用最多的技法 跟外画一样是基本功 画人物或是动物 他们的五官塑造毛发的厚薄 都是以勾线为主 勾线画出眼睛 墨色占取的多少 下笔力度的大小 对表情神态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无论勾线长短 运笔都要熟练 转折流畅 才能将事物表现得生动 而富有灵性 毛发的画法 以淡墨村染为主 村染是国画中的一种画法 村含有干裂的意思 常用以表现事物的纹理脉络等 染 用墨水或淡彩润刷画面 扫漏笔痕 以加强事物的立体感 内画反手的村染 讲究下笔时微重 其笔时则要轻 韵笔由重到轻 墨色由浓渐变到淡 绒毛的层次凸显 质感细腻而有逼真 为表现绒毛边缘局部 毛绒的效果 绒毛边缘纤细的发丝 要一根根的画出 横画称为丝毛 韵笔中快慢轻重 提按转折 畅色方圆等技法 要灵活运用相辅相成 可谓将国画技法 发挥到了淋漓尽致 下笔由轻到重 而笔记又不生硬阻塞 对艺人的韵笔力度和眼力 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韵笔的轻重快慢 提按转折的变化 都直接决定着作品的成功或失败 即便反手作画 画面布局整体协调得当 与外画的要求发出一门 红花还需绿叶配 画面主体还要配以局部陪衬 才能使整个画面布局饱满 更具感染力 局部描画花草 要在淡漠春染的基础上 对画面要进行色彩分染 以增加画面的层次感 分染法同样是国画中的一种技法 用分层叠加的方法进行摄色 以使画面色彩厚重饱和 层次变化丰富 表现力强 在内化创作中 花朵与绿叶就常用这种手法 分层染色的技法同样用色 要由浓到淡 还有就是以人运笔力度的精准把握 如此层次效果才能更加明显 如果反手分染的技法掌握不熟悉 或是运用不当 往往会出现覆盖或是脱带底色的现象 要想保证纷染的效果 没有洁净可循 唯有淡色轻染 反复多层 如此再三 沟笔在瓶内一进一出 乳白色的弧体上 鲜花逐渐绽放开来 一人用时间和耐力 鲜熟高超的技法 直出胸衣的灵感 创作出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佳品 战末取色 入品勾画 一幅作品如此枉返次数的难以计算 连艺人自己都无法用准确的数字来表达 我们也只能用时间的维度来衡量 一幅精致的作品 熟练且经验丰富的艺人 需要少则几天 一个星期 多则一个月 甚至更久才能完成 而一些复杂大型的作品完成时间 则或许要以年的时间尺度来衡量 创作内画 对艺人耐心与毅力的考验 我们从中可见一斑 翻手提字落款 夹画印章 内画创作收尾 再配一个合适的瓶盖 或是底座加以陪衬 一件完整的内画艺术品 才算最终完成 随着时代发展 科学进步 内画在技法题材上不断创新 涌现出越来越多 深受人们喜爱 市场欢迎的作品 他们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 精湛的工艺技巧 使内画焕发生机 使这项非物质性民族文化遗产 在得以继承和发扬的同时 也创造了社会财富 好了 本期农广天地就是以上这些内容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想查询栏目的更多内容和信息 可以登陆农广天地央视网官方网站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